记者目前所在位置是高雄小港区沿海二路 可以看到一切是受到墙降雨的影响 路面有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 而相关单位呢 也其实也在紧急的抢收当中 可以看到呢 有用路人的车速其实都有减缓的情况 就怕坑洞造成意外事故 而受到低企业影响 高雄地区在今天早上下起墙降雨 不只小港地区有出现坑洞 另外在凤山区的凤林路 以及东福街口呢 其实也有同样出现路面下线的状况 相关单位更是紧急的围起了封锁线 就怕有用路人误闯也赶紧来抢收 而这坡长降雨 不只让地方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形 路面有一些状况 提醒用路人出门得小心谨慎